台风期间警察是没有休息的 凤林警分局南平派出所 3号上午接到民众报案说 他停放在住家旁空地的自小客车被偷了 警方迅速启动银眼小组 也调阅了数十只监视器 分析窃检可能出没的地点 还成立了专案小组7人进行围捕拦截 搜索嫌犯身上有大量汽机车钥匙 依窃到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凤林警分局经银眼小组 调阅相关的道路监视器 发现召窃的车辆沿着台十一柄 转入花193县继续南下 凤林警分局成立专案小组7人 分成3组进行围捕拦截 在凤林阵容开路查获酌性嫌犯驾驶该车 必依窃到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在早上80起发现召窃 警方过报后立即启动银眼小组 经调阅相关路口监视器发现 该车于2日下午15时51分 沿着台十一柄转入花莲193县继续南下 本分级专案小组分成3组围捕拦截 于2日16时许 弃获酌性犯嫌及召窃车辆 并在身上挤出大量7机车钥匙 经警方调查 酌嫌放案手法均持置被钥匙 趁被害人等将7机车停放路边 疏于抗管之际行窃得逞 有事实主任该犯嫌仍有反复实行窃盗指引 前案一窃盗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争办 该嫌犯曾涉及多项的窃盗案件 出狱期间居入定所行踪不定 凤梨警分局表示 在台风前夕警方的工作未停歇 坚守岗位以确保社区的安宁 记者凌杰凤梨正采访报道